花蓮市公所将闲置空间再利用 规划以食物银行的场域并在17号上午正式启用 市长表示希望能将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 透过食物银行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家庭 让他们占度难关 3 2 1 请接目 花蓮市爱花蓮食物银行在17号上午正式节牌启用 这里原先是主地主学礼办公处 但在去年签出过后 市公所为了活化建物空间 因此特别将闲置的办公室再利用 作为食物银行据点 从8月10号开始事办服务至今 已经发放出125份物资 领取对象遍布花蓮县各个乡镇 虽然在之前有事运营 但是我们希望接牌之后 能够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过去 我们同仁们跟一些媒体先进 跟我们到其他县市去做相关的参访跟交流 其实有看到其他县市的一个食物银行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当然花蓮市是乡镇公所行的一个政府单位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这样子一个 食物银行能够直接的来帮助 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所以我们在构思之后 也刚好有一个闲置的一个听色 那我们把它改变成食物银行 那也看到非常多善心大德跟公庙团体 这样子无私的把物资捐赠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民意代表 在拜访的过程里面 或是里长在拜访的过程里面 有遇到需要帮助的乡亲朋友们 都能够来食物银行领取需要的物资 那我们知道很多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都有一些政府的一个照顾 但是一些边缘户可能就会遇到生活上的困境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希望食物银行的充实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一个边缘户 能够让他们生活慢慢的回归正常 由于食物银行就在风心饼铺旁边 总经理刘立林也特别响应 捐赠了一批月饼 而食物银行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成人及婴幼儿的尿布与奶粉 市长薇佳贤也邀请三星人士一同共享盛举 加入捐赠行列 记者许立琴 花莲视报导